其實現在蔡政府所做的 兩岸協議的三道所 這三道所的流程上面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進入國會之後 是雙4分之三的審議 要有4分三的立委出席 4分之三通過 才能夠通過國會這道所 然後要舉行聽證會 然後全國性的公投要通過 這個政治協議的協商 才能夠算成立 什麼叫做政治協議 所以就有記者問陳平通 好吧 既然你要用這麼高規格 去對待政治協議 什麼叫做政治協議 他說這個沒有辦法具體的定義 這個智慧從李登輝 前總統的時候就告訴大家 政治協議是沒有辦法具體定義 不然裡頭要有什麼樣子的內容 才叫做政治協議 他就說裡頭只要寫九二共識 寫一中原則 寫一個中國架構就算政治協議 如果九二共識也把它放進去的話 也放進政治協議的範圍內 是不是有很多的兩岸的協議 可能現在要重新翻出來看一看 要不要重新再經過這三道所的審議 所以有人就問說 有一些行約 有一些租稅 有一些這些經貿的協議 投資保障 該怎麼辦 陳平通說我們先排除這些 到底哪些排除 哪些不排除 陸委會是用什麼標準 就是說我看得像就是 我看得不像就不是 所以就是自由行政 有這種帝王條款的法律嗎 這個港澳關係條例裡面 講得非常的清楚 縣市長或者其他的人物 要到這個港澳去訪問 是不用事先報備的 只有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 有講得很清楚 你要事先報備 這報備也不代表說怎麼樣 甚至以前也是有人回來 再去把他的行程做個修改 這個在過去從陳菊 然後到其他的民進黨的民意代表 甚至國民黨的民意代表 都是這樣子做 怎麼遇到韓國瑜就不一樣 所以我在這邊 我覺得韓國瑜市長 都回到台灣來了 我覺得這出戲延續劇 好像還要繼續演 除了說要你寫報告之外 一個月內你報告高雄市政府 你要寫給我陸委會 到底你們這一次七天做了什麼 你在中聯會說了什麼 之外他還先跟你下個威脅 有可能要罰你50萬 有可能要關你5年 我覺得說你現在就把這個 有點威脅性的口氣 都先講出來 我覺得官司你在做 到時候你到底要怎麼樣 處罰韓國瑜 你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論述 沒有人可以想得到 所以我覺得從高雄市議會 昨天這個動作 我認為這連續劇還沒演完 陸委會 還沒演完 陸委會都要修改 兩岸民關係條例了 可是最重要的是 他能夠用新法 來處罰舊的行為嗎 這不是更加的荒謬 沒有 港澳條例的部分 是規範以後所有的縣市首長 到港澳去見到官員 都要先通報 所以港澳條例會影響到的 不只是韓國瑜 未來是所有的縣市首長 大家通通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大家一起看 是不是都要適用 這樣子的港澳條例 現在講到最好笑的是 你這三道所 就是說你這三道所裡頭 提到就是說第一招 你要在行政院要主動的 對立法院提出你的協商 可是實際上我們看 他第一句話就講說 是行政院主動向立法院提出 提出這個需求跟計畫的 也就是說他其實他先否定了 那時候因為我們的黨主席 吳敦義他當時也希望 就提出說我們可以跟對岸 來簽一個和平協議 他主要先斷了你在野黨 可以跟對岸任何交流 跟簽約的機會 就是要簽約就是我政府來 就第一點 然後再來你把門檻 拉到四分之三的立委要出席 然後還要同意 然後同意之後 我覺得基本上這兩個門檻 已經非常非常的高 不太可能會成功 這是不是比修憲還要高 比修憲還要高 基本上我覺得 他們已經預想得到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讓要簽這個公投 要簽這個和平協議的話 如果是我立法院 不管說民進黨 我們再下一次 或者是立法院多席一次 我把門檻定在四分之三 坦白講藍綠過半都達不到 達不到這個門檻 基本上他就已經很難達到 再來再說一個說 全國性的公投 實際上我覺得全國性的公投 這是放假的 如果你前面這兩個門檻那麼高 後面的公投根本就做不到了 但是他就是在假象弄出一個說 反正我就是很尊重大家的意見 如果我們來看很多的 數據跟民調的話 實際上有一些親綠的智庫 他做出來的民調 有45%的民眾 都是支持我們大陸跟台灣之間 要簽訂和平協議 甚至有60幾的民眾 都認為說服帽 還有包括我們的貨帽 我們都應該先簽 然後我們再來簽 所謂的我們的和平協議 也就是說現在對於台灣百姓來講 經濟的問題還有安全的問題 都是已經大家最關注的 高過你很多政治性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講說 其實韓流就等於民心 你現在對韓國瑜祭出 這樣的一個重罰 甚至用這種說 你可能還要判刑 然後還要罰款 我覺得你現在對韓國瑜 這樣的一個做法 其實你就是等於是在跟很多廣大的 民怨跟民心作對 我覺得這樣的反作用力 最後會回到民進黨自己身上 我謝謝秀琳給我這個機會 我們以這個教書的 來對教書的來對話 那當然 上銘下通 但是他現在已經是官員了 既然啟動了一個 所謂的法律的一個條款 那麼也啟動了一個國會的 一個政治上的一個條款 來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就來考驗一下 你有法就要依法 就要守法 你沒有法的話 你就必須要守倫理 要守道德的規範 但是你是依法成立的陸委會 你就要依法來行事 來行政 你如果想用依法來去處理韓國瑜 你也要根據法律來做 我就為什麼要講這一段 這很重要 因為不管是九二共識 或是一中原則 或者是一國兩制 在台灣早就在法律實踐了 現在的情況是不要睜眼說瞎話 法律早就實踐了九二共識 早就實踐了一格中國原則 早就用法律規範的一國兩制 已經行之多年了 為什麼要當鴕鳥 為什麼要有法不執法 很簡單 九零年李登輝當中華民國總統 通過了國統綱領 就是成立了國統綱 九一年 就是九零年成立國統綱 九一年通過了國統綱領 對我們國家的定位做了一個界定 做了一個界定以後 我們就看到了 在九二年的時候的七月三十一號 通過了兩岸關係條例 通過兩岸關係條例的時候 就界定了我們是一個中國 因為在隔一天 也就是九二年的八月一號 他就開始對於我們的國家 就中華民國做界定了 他說我們兩岸 我們兩岸都是共同堅持 一個中國原則 這是李登輝你所成立的 國統綱領中 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兩岸關係條例裡面的第一條 你就談到了台灣地區跟大陸地區 第三條你就說大陸地區 是指中共統治治理下 以及蒙古 外蒙古 你特別還談到 大陸治理下跟外蒙古 他實施他的制度 我們實施我們的制度 所以你在兩岸關係條例裡面的 第三條你已經告訴我們 我們現在的法律位階就是 一個中國 一個國家 兩個制度 台灣一個制度 大陸一個制度 甚至包括蒙古也是另外一個 因為蒙古按照我們的 中華民國的傳統 外蒙古是屬於我們的 但是外蒙古現在是獨立的 李登輝你當時的兩岸關係條例 到目前為止還在運行的過程中 你就應該要把外蒙古 要想方設法要收回來 你對於大陸這個地區 你已經承認 它是由大陸治理 所以是兩制 一個大陸治理的一制 台灣這邊中華民國 制是治理的治 不是制度的治 是 是治理的治 所以一國兩制 因為不同的政治制度 我們有我們的政治制度 大陸有大陸的政治制度 但是我們都同屬於一個中國 這是你在兩岸關係條例裡面 寫得非常的明白 白紙黑字寫得明明白白 九二共識就是這樣子 根據這個基礎而發展起來的 九二共識根據這個基礎 如果要真的修成這樣子的話 就是它同一部法律裡頭 會有兩個條文 根本互相衝突跟矛盾 是的 所以我們的中華民國 目前的法律裡面 確定了一個中國原則 所以誰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誰就是違法 你誰違法你就要依法來辦 我們的法律規定 就是一個國家兩個制度 誰違法你就依法要來辦 我們的國家就是 九二共識的話是政治確定的 政治確定 當時我們中華民國的總統 他是我們人民選出來的 法定總統 馬英九跟習近平在新加坡 兩者共同確立了政治上的意涵 就是九二共識 目前來講 這是中華民國總統 所確立的九二共識 問題是你蔡英文根據什麼方法 來否認九二共識 你根據哪一個法律 否定一國兩制 你根據什麼法律 說我們現在不是一個中國原則 你全部都在違法 你全部違法 你還來指責韓國瑜 再來講 韓國瑜到香港的問題 為什麼1997年 你在四五月的時候 港澳的關係條例就開始在進行了 為什麼他的實施 有效的實施日期要七月一號 因為在1997年香港回歸 香港回歸以後 所以你在同一天就宣布了港澳關係條例 那麼不把港澳 也就是港澳不急於大陸 這樣的情形下的時候 韓國瑜到香港 澳門 所見的任何一個人 所去的任何一個地方 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不違反你這個兩岸關係人民條例 所以你根據哪一個法律 你要韓國瑜寫報告 你根據哪一條法律 你要懲罰韓國瑜 簡直是無法無天 一個政黨 一個政府 如果不依法行事 就沒有法治 沒有法治 沒有民主 報名政治 或者是要把整個法治推翻 我們要這種政府嗎 這種政府如果還敢扶作非為 台灣的老百姓要站出來 你只能做一件事情 終結他 也就是明年的1月11號 終結民進黨違法亂紀的執政 一個政黨可以違法亂紀 法律明明白白 寫在那個地方 不遵守法律 違反法律 搞不清楚 你書回去先讀 你是陸委會的主委 先把你的 有關於陸委會的條款 法律條款 讀清楚再說 主持人我一分鐘補充一下 我接賴教授的話講 這是習近平在1月2號的 告台灣同報書40週年的談話 所謂的習武典他裡面提到 九二公司反對台獨 共謀統一跟兩制台灣 這是當初習近平講的 後來蔡總統回應 可是劉潔一在跟韓國瑜見面說 他只提到九二公司跟反對台獨 為什麼 觀眾朋友來去想 這個明顯的他沒有講到 習近平的共謀統一跟兩制台灣 也就是賴台妹跟警察槍的部分 其實劉潔一是忽略的 他為什麼忽略 當然不是他忘了 這是雙方的understanding 我跟你韓國瑜見面 如果去談那個共謀統一跟兩制台灣 韓國瑜怎麼交代 他怎麼回應 所以這是互相的諒解 韓國瑜在深圳的記者 他公開講中華民國 跟國父孫中山信徒 當然要等劉潔一不在場 這也是雙方的understanding 韓國瑜今天提到說 台灣人民現在 誰能接受一國兩制 我覺得很好 如果韓國瑜參選中的話 這個就是一個基本的架構 台灣人民現在 誰能接受一國兩制 因為蔡總統一直說 他在任一天 不會接受一國兩制 蔡總統挑針很多事 昨天有講了一句 所以他們兩個意見滿一致的 非常好 他不能違法 蔡總統不能違法 在任一天不會接受 那我的結論 我認為如果韓國瑜當選的話 我認為韓總統在任一天 他也不會接受一國兩制